今天下午,在副总统贺锦丽向竞选团队讲话前,总统拜登意外致电现场,呼吁所有人员全力支持贺锦丽竞选。这是拜登昨天宣布退选后的首次公开发声。另外,24小时筹得8100万,拜登退选后贺锦丽筹款破纪录。 贺锦丽迅速赢得党内大量支持,佩洛西、克林顿夫妇纷纷背书。 首先来关注昨天突然宣布退选的总统拜登的最新情况。今天下午,副总统贺锦丽抵达位于特拉华州的竞选总部,而拜登则意外地在贺锦丽向竞选团队讲话前, 致电了活动现场,呼吁所有工作人员全力支持贺锦丽竞选。这是拜登昨天宣布退选后的首次发声。 refresh。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a man who we all admire and respect because he has done and continues to do so much for our country. Mr. President, thank you for calling in today. Over to you. I want to say to the team embrace her she's the best I want to call it everybody everybody in this effort I know yesterday's news is surprising and it's hard for you to hear but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t's I know it's hard because you poured your heart and soul into me to help us win this thing help me get this nomination help me win the nomination and then go on to win the win the presidency but you know you're an amazing team but we've got a great great I think we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now now we gotta you know the name has changed at the top of the ticket but the mission hasn't changed at all and by the way I'm not going anywhere I'm going to be out there in the campaign with her with Kamala I'm going to be working like hell both as a sitting president getting legislation passed as well as in campaigning you know what we still need to save this democracy and Trump Trump is still a danger to the community is a danger to the nation and and I want you to know I won't be on the ticket but I'm still going to be fully fully engaged I've got six months left in my presidency I'm determined to get much done as I possibly can both 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policy keep lowering costs for families continue to speak out on guns and child care elder care prescription drugs and climate climate still is the existential threat to face and we have we don't we don't win this thing it's all in jeopardy so let me be real clear we're still fighting in this fight together I'm not going anywhere and I want you know I've always you've always had my back and I promise you I will always have your back and I'm anxious for you all to hear from come on so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Julie you the best 在拜登昨天退选后副总统贺锦丽不仅迅速收获多个重要背书 锁定了党内过半数代表的承诺投票还创下了总统竞选的筹款记录 他的竞选团队今天宣布在获得拜登背书的头24小时内 他的捐款总额增加了惊人的8100万元创下总统筹款的新记录 贺锦丽的团队今天宣布24小时内有超过88.8万名捐助者捐了款 总额高达8100万元创下历来总统大选的单日筹款记录 与此同时民主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未来前进也宣布 在贺锦丽或拜登背书后他们已从民主党主要捐助者那里 锁定了1.5亿元的最新捐款 此外昨天下午晚些时候拜登竞选团队正式更名为 贺锦丽竞选总统 这意味着贺锦丽不仅将继承拜登团队的1000多名工作人员 也继承了该团队手中截至6月底的近9600万元竞选基金 不仅如此 贺锦丽还迅速赢得了几个有影响力的党团会议和政治组织的支持 包括专注于亚太裔选民的AAPI胜利基金 专注于非裔的集体政治行动委员会 以及西语裔胜利基金 具有影响力的国会进步核心小组 国会西语裔核心小组和国会非裔核心小组的主席 也都宣布背书她 如果当选 贺锦丽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第一位南亚裔总统 今天上午 贺锦丽在白宫首次公开露面 随后又前往拜登竞选总部所在地威尔明顿 与她的新竞选团队会面 而拜登计划在本周晚些时候向全国发表讲话 详细解释她的退选决定 今天 副总统贺锦丽在拜登退选后首次公开亮相 已受到拜登背书的她 目前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中大幅领跑 今天 在白宫的一个庆典上 贺锦丽对拜登任期内的成就 给予了高度赞扬 副总统贺锦丽于周一下午 在拜登总统宣布退出2024总统大选后 首次公开露面 目前 贺锦丽已获得拜登背书 她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中大幅领跑 在敬祝全美大学生获奖运动员的活动上 贺锦丽并没有提及即将展开的总统竞选计划 反而是将焦点放在了对拜登执政期间 所取得成就的高度赞扬上 拜登总统设计划 继续关注民主党内部的最新动态 今天下午 国会前众议长佩洛西宣布 他背书副总统贺锦丽 为接下来的党内总统竞选人 此外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 虽称赞贺锦丽 但尚未明确背书他 有消息称 他们可能很快会公布对贺锦丽的支持 不仅如此 克林顿夫妇和多位重磅级的民主党州长 今天也纷纷背书贺锦丽 佩洛西今天在声明中说 我怀着极大的自豪 和对我们国家未来的无限乐观 支持副总统贺锦丽竞选美国总统 佩洛西还称 他看到贺锦丽作为 公新家庭捍卫者的力量和勇气 尤其是为女性的选择权而战 他完全相信贺锦丽将带领民主党 在11月选举中获胜 媒体称 自6月27号 拜登灾难性辩论以来 佩洛西就一直在幕后运作 希望拜登退选 另一方面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 今天称赞贺锦丽 在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提名的过程中 开了个好投 但截至今天下午 尚未明确表示支持她 舒默和杰弗里斯 在联合声明中说 我们期待不久 与贺锦丽亲自会面 共同努力团结民主党和国家 还赞扬贺锦丽承诺 以符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制定的基层和透明程序的方式 寻求提名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上周宣布 将在8月1号至7号期间 进行虚拟会议程序 以在8月19号正式举行的 民主党全国大会开始前 确认党内的总统候选人提名 截至今天下午 贺锦丽已获得500多名 党内代表的支持 除佩洛西之外 今天克林顿夫妇 也就是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和前国务卿希拉里 也背书贺锦丽 作为民主党政治圈中 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 他俩的迅速表态 是一个关键的迹象 表明民主党人倾向团结一致 把贺锦丽作为击败川普的最佳选择 另一方面 密歇根州长惠特默 肯塔基州长贝希尔 伊里诺伊州长普利兹克 以及马里兰州长 明尼苏达州长 威斯康辛州长 今天也表示支持贺锦丽 在拜登退选前 惠特默和普利兹克 也曾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 可能人选 昨天我们为您报道了 总统拜登退选 并背书贺锦丽后 前总统奥巴马 并未表态支持贺锦丽的新闻 截至到美东时间 今天下午六点 尽管众多民主党知名人士 纷纷支持贺锦丽 奥巴马仍未表态 纽约时报指出 共和党人把奥巴马 并未背书贺锦丽的行为 解读为怠慢 但奥巴马身边的人士称 不应对此过度解读 奥巴马把他定位是一个公正的 资深政治家 不受党内全谋影响 四年前 奥巴马曾因为迅速背书拜登 引发后者团队的不满 现在过早支持贺锦丽 可能是在犯下一个政治错误 被批评匆忙推举他 而非达成最佳共识 奥巴马相信 在有了党内候选人后 他能团结民主党 并帮助候选人当选 此外 一位和拜登关系密切的前白宫官员称 奥巴马希望在拜登退选这一天 充分赞扬其成就 而非匆忙为贺锦丽背书 再来看共和党方面 对拜登退选的最新反应 今天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 在俄亥俄州米德尔顿的高中母校 举行了他的首次个人竞选集会 他批评民主党更换候选人的做法 是背后操纵 而非选民意愿 并对贺锦丽进行了猛烈抨击 川普的竞选搭档 共和党副总统提名人 万斯于周一下午来到自己的家乡 俄亥俄州的米德尔顿 举办了首场个人竞选活动 此次集会的地点 位于万斯的母校米德尔顿高中 在演讲中 万斯再次分享 自己在铁锈地带的成长历程 并重申了共和党总统提名人 川普的核心政策方向 加强边境安全 增大石油开采 以及降低生活成本等方面 而随着拜登退出总统竞选 并背书副总统贺锦丽后 原本预期与贺锦丽进行辩论的万斯 在演讲中调整了政策 他效仿川普的策略 将矛头同时指向拜登与贺锦丽两人 万斯指责民主党替换候选人之举 远于背后资助者们和党内领袖的干预 并非是因普通选民的声音 这被视为对民主的威胁 万斯还同时谴责贺锦丽 认为他对这个国家缺乏感激之情 就在前一天 万斯在社媒上发文称 拜登政府的种种失策 贺锦丽一难辞其旧 特别是他与拜登共同隐瞒 其健康状况的问题 当天晚些时候 万斯还将前往维基尼亚州 参加筹款活动 这时他在上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与川普一同亮相后 正式启动了个人的竞选之旅 在国会遭围攻 特勤局局长拒绝辞职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 来关注自杀川普的案子 在前总统川普遭遇暗杀未遂后 特勤局的安保工作 是否存在疏漏 成了两党关注的焦点 今天特勤局局长在国会作证时承认 这是该机构近几十年来 最严重的一次行动失败 特勤局局长金伯利·切特尔周一 出席了众议院监督委员会 举行的听证会 这是他在7月13日前总统川普 于宾州竞选集会遭暗杀未遂之后 首次接受国会的质询 切特尔承认 川普遭暗杀未遂事件 是特勤局近几十年来 最严重的一次行动失败 他对该机构 在事件中的失误负全部责任 但面对来自两党众议员的共同压力 切特尔依然拒绝引咎辞职 判警方局长 几十年来自主任 是最重要的缴障业 政府在一年 最重要的是 政府的积极成沙 是保护了一起的 产生务 在13年 我们失败 成立的约米 职承 我以为至于任何 紧消账时 我职录 由 我们在英尊 针对两党众议员就暗杀事件细节所提出的疑问 包括枪手托马斯·克鲁克斯向前众统川普开枪时的屋顶 为何没有部署特勤局特工 枪手在集会开始前是否曾在场地上空飞行无人机 以及特勤局为什么没有在集会观众发现屋顶上的枪手 携带武器时立即进行阻止等 切特尔则没有给出直接回答 他的回避态度令一些共和党众议员十分不满 听证会的场面也一度火药味十足 切特尔还表示他已经在暗杀事件发生后 亲自向川普本人道歉但他并没有在案发后前往宾州巴特勒的集会现场 针对特勤局拒绝川普团队要求增加安保资源的传闻 切特尔则在听证会上进行了否认 他同时为特勤局派遣身材相对较矮的女特工来保护川普进行了辩护 称自己在任内一直致力于招聘最优秀最聪明和最合适的人才 到目前为止调查人员仍然没有掌握这起暗杀事件枪手的作案动机 而针对特勤局与宾州当地执法部门存在的沟通障碍 切特尔承认特勤局在事发前曾数次收到有关可疑人员的报告 但他并不知道当天所有的通讯记录 他还表示特勤局内部尚未有任何员工受到纪律处分 而该机构针对川普遭暗杀未遂的内部调查 预计将会在60天内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切特尔在周一的听证会上还证实 在拜登总统宣布退出2024大选之后 特勤局已经调整了针对副总统贺锦丽的安保措施 而在针对川普的暗杀事件发生之后 特勤局也对华盛顿特区其他受保护对象和地点进行了新的安全审查 视线转向民生 上周五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微软当机事件 导致全美上万次航班受到影响 截至到今天仍有上千架航班受当机事件影响 数据显示 截至到今天傍晚6点 全美今天共有近1300架国际国内航班被取消 近8500架航班被延误 其中达美航空受到的影响最大 该公司自当机以来已累计取消了4500多次航班 其中包括今天取消的超过800次航班 据悉 虽然此次当机事件影响了各大航空公司的电脑系统 但达美航空似乎是唯一一家关键的机组调度软件受到影响的航空公司 该公司CEO表示 公司正在努力为乘客恢复航班 希望纠正错误并向旅客提供优惠券以及退款等补偿方式 麦当劳在上月推出了一个5块钱的套餐后 备受消费者喜欢 该公司今天宣布将在全美大部分门店延长这一超值套餐的优惠期 麦当劳高管今天表示 这项5块钱超值套餐包括一份麦香鸡或双层汉堡 四分装鸡块 薯条和一杯饮料 最初在6月25号开始原定于本月底结束 但全美约93%的门店都投票决定延长这项促销活动的时间 其中大部分门店将延长到下月 该公司高管表示 推出这项优惠活动主要是为了吸引消费者进店消费 现在看来这项计划实现了这个目的 除了麦当劳外 像汉堡王 Wendy's Taco Bill 甚至星巴克 这些餐饮连锁店都推出了3到5块钱不等的优惠套餐 主要为了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吸引消费者进店消费 来关注开幕在即的巴黎奥运会 美国代表团今天宣布 NBA巨星勒布朗·詹姆斯将担任代表团的男棋手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南篮运动员担任美国奥运棋手 此前的两位篮球奥运棋手都是美国女运动员 美国奥委会CEO赫什兰今天宣布 詹姆斯将作为两名棋手之一 大理美国队参加开幕式 并正式开启2024巴黎奥运会 面对这一巨大荣誉 詹姆斯本人表示 在奥运会这个全球舞台上代表美国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荣誉 这份责任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 体育有力量把所有人团结在一起 我很自豪能参与这个重要时刻 据悉是队友斯蒂芬·库里提名詹姆斯担任棋手的 另据报道 美国奥运代表团的女棋手将于明天公布 视线转向华人 上周四下午发生在洛杉矶的 华女池武士刀致命纠纷案 引发了社区强烈关注 住宅中一名华人女子不幸被杀 另两名华人女子则入院治疗 来看本台住洛杉矶记者在案发现场进行的采访报道 周四下午发生在洛杉矶圣地马斯的一起 一丝因家庭纠纷引发的武士刀袭击案 引起了社区关注 住宅中的一名女子被杀 另外两名女子入院治疗 她们均为华人 凶案就发生在我身后的这种房屋中 目前屋内无人居住 可以看到地上还有残留的血迹 从院子里一直蔓延到人行道上 这的后院通过外墙 可以看到屋里还有大量的血迹 以及急救人员残留的物品 就在记者走访时 一辆亚马逊货车将包裹留到了门口 上面是一个华人的名字 警方尚未透露出细节 在这种房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十二十年软 二十一日 very nice, very quiet I didn't know them really all that well I understand they needed an interpreter for the woman that was at the hospital There were three ladies involved We think they were family And one of the ladies had a sword 她在冲中,她被刎了一位女士,她被刎了一位女士,被刎了一位女士, 她被刎了一位女士,她被刎了一位女士,她被刎了一位她的大膝, 她被刎了一位女士,在她的房子上,往上到Cienega Avenue. 警察到处,她回到处,她仍然有刀,警察说她把刀放下,她做了,这就是我最终的知识。 第21届仲夏泼水节纽约华步举办,接下来请继续关注。 视线转向纽约,上周六的纽约华步可谓热闹非凡,第21届仲夏泼水节如期举行。 数百位华人缅甸华侨齐聚于此,共同庆祝这一传统节日。 来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周六,第21届仲夏泼水节在纽约华步举行,本次活动由纽约缅甸华侨联谊会主办。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吴晓明,领桥处主任潘燕, 纽约缅甸华侨联谊会主席苏宦光会长吴熙复, 以及纽约州参议员刘纯义众议员李荣恩等领馆代表、民选官员和社区代表出席本次活动。 活动上,副总领事吴晓明,纽约缅甸华侨联谊会代表等多位嘉宾发表讲话, 共同庆祝本次仲夏泼水节活动成功举办。 纽约缅甸华侨联谊会会长吴熙复表示, 泼水节是缅甸的新年活动, 庆祝这一节日也象征着对新一年的美好祝愿。 在我们缅甸是新年, 那因为这边的新年是缅甸新年四月中, 所以因为那时候比较冷, 那我们哪来着夏天过来玩, 大家都意义是每年的我们新年, 大家都要新的一年快乐乐。 今年会因为不是在公园, 所以我们的范围更大, 来的人特别多。 活动吸引了数百位缅甸华侨和华人的几期参与, 齐聚华部共同庆祝这一节日, 活动设置了丰富精彩的环节, 让参与者能够充分享受节日乐趣。 现场摆放了供民众泼水的工具, 并设立了多个缅甸特色美食文化摊位供人们品尝。 此外还有精彩的文艺表演, 为来宾带来精神文化享受, 现场气氛热闹非凡。 来关注堪称经典的太阳马戏团。 上周末正在全美巡演的太阳马戏团来到了波士顿, 用杂技、武术、空中技巧等高水准的演出, 为观众奉上了试听盛宴。 本台著波士顿记者也走进马戏团的后台进行探班, 一起跟随他的镜头来看台前幕后的故事吧。 提起太阳马戏团, 我想很多人都不会陌生, 它是全球最大的现代马戏制作公司, 那么今年夏天啊, 他们也带着经典大剧Ovo来到波士顿, 那么我也有幸能够走入他们的后台, 了解这精彩背后的故事。 Ovo秀讲述的是, 在一个丰富多样的昆虫家园中, 昆虫们在那里工作, 吃、爬行、玩耍、战斗和寻找爱, 来体现生命的活力和巡回。 整个团队由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演职人员组成, 其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位华裔演员, 他叫吴薇亮, 是蹦撞演员。 我们看到他现在正在脚踏车上热身, 准备彩排。 之前去过一次澳门, 之前在澳门看过一台太阳的节目, 然后我就给他们深深地吸引我, 对啊,就想当这样的演员, 想表现一下。 我演绎的是蟋蟀, 就在节目里面是蟋蟀, 然后表演蹦撞墙。 我们演员应该有52个人吧, 有20多个不同国家的吧。 训愿的话, 我们一般每天都是练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 最大的挑战是英文吧, 刚出来美国的时候, 英文不太会, 但是后面慢慢学习就挺厉害的。 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在外面打拼吧, 我觉得要展示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吧。 就是很强, 我们就很强, 很刻苦啊。 吴威亮来自中国广东, 曾是广东省队的一名专业蹦床运动员, 退役后他选择加入太阳马戏团, 秉承着在蹦床方面的天赋和一份热爱, 继续他的蹦床职业生涯。 运动员生涯跟演艺生涯是不一样的, 演艺生涯的话会比较有趣吧, 会比较享受观众的欢喜啊, 然后自己会有点成就感吧, 就很兴奋哦, 让他们感觉很兴奋, 然后感觉很高难度, 然后很, 就很观赏性很大吧。 运动员的话就是以比赛为主吧, 就是想拿好成绩这样子。 支撑整个秀, 除了台前演员们的精彩演绎, 当然少不了背后工作人员的支持, 整个团队从服装、化妆、道具、音乐, 还有专门的洗衣机和烘干精, 也跟随着团队泡遍全球。 所以他们能活着一较长时间。 甚至那些人, 有些人会只能活着三个月。 六个洗衣机, 三个洗衣机, 三个洗衣机, 三个洗衣机。 所以他们都会在这里。 我们是100个人, 运动员的全球员, 我们是从25个不同的 nationalities。 我们有20个人的兴奏, 所以是一个非常多的兴奏, meant very central setting, not only onstage, not only in our tour plan, but also backstage. Ovo, the show that we're on, so it's one of the shows of Cirque du Soleil, it means EG in Portuguese, so it was created in 2009, and it's been touring the world for the last 15 years. We have three new acts at this representation that we're showing since last time you were here probably six, seven years ago was it, a long time ago, new artist, new music. So it's definitely something Ovo Show在波士顿的演出 从7月19日开始将会持续到7月28日 接下来他们会前往罗德岛州 纽约州 华盛顿DC等全美多地 为更多的观众带来以杂技 戏剧等 相结合的视觉新体验 新闻节目的最后 再次欢迎大家在YouTube上 给中文正典 点赞 订阅 留言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以便及时获得最新的新闻推送